大家好,我是延安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反手搓长这项技术 反手搓 我个人觉得确实在现在的这个拼弹 在这种顶尖的对抗当中 像这种搓的技术相对会少一些 但是可能在我们业余球友当中 大家在比赛当中经常会用到这项技术 在这项技术当中 我觉得首先你要判断好对方的这个旋转 来调节自己的版型 如果对方发的不转 你过于的去接触球的底下 那肯定是要吃发球的 对吧 他如果发不转 你就要把版型稍微亮一些 如果你判断出他这个球发的很转 你就版型要稍微平一些 要彻底的接触到球的这个底部 你才能够不吃对方的这个下旋 所以首先第一步重要的是 我们要判断对方的旋转 然后采取一个正确的这个接触球的方位 如果不转呢 我们板要立一些 可能接触球的这个中上部要稍微多一些 如果发现它是一个下旋 那可能我们的版面就要平一些 然后接触球的底下一点 有能力的呢 可以抢这个快点去搓 因为这样速度会快一些 对方第一板进攻会受到一些限制 如果大家以稳为主 想着不吃发球 我先把球搓低搓过去的话 可以把节奏放慢 然后接触球的时候呢 充分的在手上要把这个球摩擦住 不管你是要搓转搓不转 这个搓球一定要把球搓住 要把这个旋转完全的吃到自己手上 用自己的这个摩擦 去制造一个新的旋转过去 因为如果你还是去更多的去碰 这样什么旋转 你肯定都会吃它的 接侧拳搓呢 其实有几种接法 一个像我现在这种 就是有点偏拉的感觉 还有一种就是要快搓 这种可能还是以突然行为 然后呢 就是这种慢搓 然后把旋转完全搓出来 可能会有能力的呢 就会在你后面的防守 甚至反拉当中就可以运用到 因为可能搓的质量高一些 对方的这个下军球第一板 发力的可能性就小 它更多的会以一个调 甚至于回搓这种技术来运用 这样就不给除浏理 방법 现在经济的肘子 发音学目前可以吃 他 hiking 整地 你就会 怎么回来 这样 życi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